如果你可以有一雙或兩雙球鞋 是擺搭 那你可以穿一整天的衣服 那是吧 Hey, What's up, man Hi 這個品牌最早會創立這個原因 就是希望我們藉由藝術的方式 融入一些華人的元素之後 不知不覺 他會覺得這個很美 然後再去瞭解這個典故之後 會發現其實我們博大精神 我們前輩留給我們的東西 很多都可以去玩去瞭解 這也是我很喜歡你們的一點 因為我們也是中西合併的一場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這次很match在裡面 對啊 然後我覺得可以去融入一些 你們原本品牌有的元素 像我覺得你們有很多賽車文化 或什麼東西 我覺得 或許我們可以玩一些起盤格 或是看可以怎麼碰撞的話 可以往這個方面去做 所以很酷 Let's get this, let's do this 好,那我們就可以開始設計一些東西 我覺得應該有一些酷的想法 所以我們可以去開開 對,我們的設計師 跟你們的設計師 我們可以考慮一下 對,我覺得應該會滿順 這是粉絲的產品 這是最終版 這是最終版的 做水晶底的原因也是有一種感覺 把我們兩個品牌的靈魂注入在裡面 對 然後外面這個磚牆的這個紋路 就是我們鞋底磚牆的紋路 沿有古人的思想就是一磚一瓦 就是努力的向上 不要說好像我想要跳幾個 就是感覺好像 扎實的做事情 其實早晚都會有人看到 包括呢這次想要跟大家介紹 就是比較重點就是因為我們的品牌靈魂 就是氣眼口 然後一定是橘色 然後去融入了 因為EMC的一個賽車的 或者是跑車的文化 那我覺得棋盤格會是一個 很好的出發點 所以包括這次的這個印刷 或者是我們的模具的壓制 所以讓別人感覺到 除了在踩踏舒適上 可以很有共鳴之外 其實我們的細節的話 也會覺得說 融入到他們本來的生活 我們剛剛有在討論一些那種 台灣這幾年的一些品牌 我覺得台灣的品牌 慢慢的就像你剛剛說 我們私底下的所有的東西 越來越有潛力讓別人看到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 cycle 你知道嗎 我覺得台牌 不管是以前的台灣這些 所有的潮牌或是明星牌 大概16年17年 慢慢開始沒落了對不對 消失一段時間 對然後後來因為IG 我覺得大家的資訊太 得到的東西都是 我要Supreme 我要Palace 我要Kam Scott 對不對 我要這種一線的東西 動了 對不對 我覺得台灣現在的品牌 越來越有潛力讓大家看到 意思就是說 你先要把自己的東西做好 對不對 那我覺得你的quality 讓我還蠻 impressed I mean 你還記不記得 我那時候已經穿了半年 然後我就跟你提這個idea 然後我們才找DKi 然後最後是 開始設計的時候 我那雙鞋 已經穿了一年了 所以我都認證了 I mean the quality is top notch 我覺得這一次 可以跟你們一起合作 我覺得是非常開心 因為這是EMC第一次 有做鞋子 And then we want it to be dope we want it to be sick 那EMC其實 我們一直在做的 其實就是這個文化 我們當然有很多 很酷的一些衣服 那你們也有做很酷的衣服 但鞋子在我們生活裡面 非常重要 對 Right like we all need really dope shoes we all need really nice shoes 那我們要做的話 it's gotta be just I want to set the standard high 所以我們為了這次的collaboration 我就直接講 那我們會辦兩場實體活動 1月13日 我們會在台中 一中街 NMR 2點 下午5點鐘開始 The party's gonna get hot it's gonna get dope 那北部的朋友們呢 我們1月14日 會在特波咖啡廳辦一場 pop up的一個活動 那這個呢 我們就是for北部的朋友們 And that'll be the last stop OK 所以我們是連續兩天 我們分北跟中南部的朋友們 所以北部的朋友們 大家記住1月14日 一定要來支持一下 我們賣完了就沒了 如果玩瘦的話 我把名又寫得很久 Alright Yeah that's a good idea That's a good idea That's a good idea But YouTube的文明 不只我 你 你又要做 如果玩瘦的話 好 我就喝 這樣子倒著喝 對不對